在传统武术和禁忌武术之间 它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力点 我们找到比如说搏击当中的摆拳 和拔击拳当中 我们有一个类似于大摆拳的动作 发力是一样 不管我们怎么练习 拉起来 发力的方式 发展到我们现在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把这个因为搏击的需求 我们把这个幅度变小 那是摆拳的方式 发力是一样 所以任何东西只要我们愿意总结 都可以获得它对我们有用的方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